在北京天坛 有一位网红大爷 人称吴也 以前发了几个视频 拥有2300万粉丝 后被电视台请去做嘉宾 也被 闫妮 亲爱的爸妈剧组 邀请担当角色 今天 我在天坛 就碰到了他 大爷好 你好 您怎么称呼啊 天坛 吴也 网上所有称呼叫天坛吴也 就是我 2300万粉丝 80了吗 80了 年轻时候就退休工程师 那厉害呀 什么行业 机械行业 机械行业 机械行业在以前是很好的工作 现在大爷80了 说话风趣幽默 现在也是家喻户晓的网红了 咱们一起听听 他是怎么成名的 成为大网红后 生活 是怎么样的了 火爆全网的视频段子 是怎么拍的呢 咱俩说什么啊 其实啊 我就在那专业 他们问我 大爷 就是我在那磨腿 大爷问问问 大爷已经抽烟了 抽了 一天两晚 他已经喝酒喝了 一天两晚 没人管 这大爷都死了 他什么搞的 大爷从去幽默正会开玩笑 另外一个视频 是怎么样的呢 他给你一百万 你怎么花 一百万 怎么花 一百万 等下 在北京买套房 然后再买辆车 剩下的慢慢花 对 但是 我得先把牙捕 你说那你怎么捕牙 省着吹牛逼漏风 哈哈哈哈 人说你这本来从头 大伙看上来 你说这样人笑一下 也就完了 是 本来吹吧 还想 大街上 对 经常有网友 尤其那个老人那个 2000多万以后 经常有人说 我很认真 跟你们找个瞎 对 开开开 我说的话 今天说的话 当大姐说 一看说 北城叫大姐 他 零八十叫大 北京老规矩 嗯 突然在外是小三味 大哥大姐大妹 他可以叫吴大 吴也都行 我叫他就得大姐 很有 咱们都都有理 都叫吴大 或者叫吴也 吴也 我知道 我前年我也知道叫吴也 吴也是观察 就观察 对 他一叫了我就说了 大姐 赶紧赶人叫大姐 因为北京规矩不能 跟女同志 说话 可不能 无称 大姐 对不对 尊重 大爷有的有没有 对人很尊重 在网上知名度很高 在百度上 我的材料在百度 就是百度上写着 天坛 别少了 天坛吴大爷 三年内的我在 央处走模特啊演书 是渡 天坛吴大爷哈 吴也吴也 您这个范儿特别像那谁 王德顺 我们俩人啊 他是 走过专业摸手 我也走过 就玩手 哦 在在在在这个 服装师中 哦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行李 你看行李 哇 那个什么 排的那个 最近演的 前演的不说 最近演的那个 严严主演的 亲爱的爸妈 这其中 十三集 十五集 十八集 我主演的是 秀才爷爷 哦 你在那能查 你一看 就知道这个 老爷子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一般人 十三十五集 真是不错 和严严这部戏中 吴也在剧中 饰演一位老师 演技了得 有空啊 在刷上这部好剧 对于教育孩子 吴也说 所以孩子们就是 要想改变 就得要 多读书 说得好 也别的你们 多读书 嗯 就是改变 就是多读书 你让我不学 那不行 走了 好嘞 好 谢谢大爷啊 回见了你啊 吴也回家了 北京天堂 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各类大神 神能见首不见尾 而天堂大爷 也是神一般的存在 他们十八般武艺 精彩纷争 如果有机遇 或许 你也能碰到 一份奇遇呢